一名六十歲山友參加登山隊攀登南一段 在關山到海諾南山間不慎跌倒 導致眼睛受傷 因為傷口影響到失地沒有辦法行走 台東線消防局7號貨報之後呢 就出動入空救援 但因為天后不佳無法執行後授任務 在今天上午趁著天氣狀況許可進行的吊掛 成功的把傷患給送下山 空警隊的直升機從空中放下吊燃 並將受傷的六十歲山友搬運上吊燃後 隨即將他後送下山 台東線消防局7日上午10點接獲民眾的報案 表示一名六十歲的男子在攀登南一段時 在行至關山與喊落南山之間 因不慎跌倒導致眼睛受傷 且影響到視力無法行走 消防局立即派遣4名山域專責隊的同仁前往救援 並同步申請空勤後送 但由於7日以及8日兩天 雲層都太厚無法進行吊掛 於是由地面的收救小組繼續挺進 與患者進行接觸 並在8日下午與傷者會合 同時也給予救護的處置 但由於傷口過大 患者只要一移動就會有腎血的問題 因此救援隊選擇留在原地扎營帶園 而9日的清晨 趁著天氣狀況許可下 再次申請空勤支援 並在7點37分時抵達患者位置 並成功將該名男子吊掛上直升機 後送至高雄小港機場 並由當地的救護車送往在地的醫院進行救治 圓滿完成本次的救援任務 記者陳吉林 台東綜合報導